哈喽大家好我是二美 现在呢我们是位于上海车展蓝图汽车的展台上 那发布会呢将于10点40正式开始 可以看到周围是非常多的消费者以及观众来看这款车 那么此次发布会有一款重点车型 就是我身旁的蓝图追光 它呢也是蓝图家族里面首款轿车 所以也是此次发布会的一个重点车型 那可以看到整车的一个外观非常具有设计感 它的机舱盖隆起的线条其实就是它的logo哈 非常的具有造型 而在前格栅与大灯式进行了观众式的设计 能够拓宽我们的视觉宽度 而下包围呢十分的具有运动气息 这款新车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款车身颜色 它呢是纹紫色颜色 但是名字叫做流光金 其实在灯光的照样下 它就是有点偏金色再加粉色的颜色 那相信小姐姐很难拒绝这种设计 展车它的轮毂颜色采用的是和车身同色设计 相信在它开起来之后一定会吸引我们大多数人的目光 而且呢车身侧面采用了很多这种银色镀格装饰条 并且它在下方这个镀格装饰条还采用了折线的处理 更加流畅灵动 尾部呢它整体造型也是非常具有设计感的 采用了一个大溜背的设计 并且呢它的电动尾翼可以手动调节 也可以自动来设定 比如说当时数调到多少 它就能自动打开 而且呢它的尾灯是采用了这种贯穿式的设计 中间呢是蓝图的英文的字样 整体的设计感很强 可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层次感也是非常的分明 青春内部呢它前方依旧是延续了三块大屏的设计 不过内饰其实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首先在方向盘它是采用了这种不规则的曲面造型 而且呢在这下方还有蓝图的英文字样的logo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呢 就是在中控台这里还增加了一个小屏 能够调节风量的大小温度 以及吹风吹面等功能 并且车内呢它是取消了大部分的物理按键 基础的功能基本上都是通过中控屏来进行操作 车机里面的功能性非常的丰富 包括它操作起来它的一个流畅度也是非常的丝滑 而且界面显示很清楚 包括像蓝图弗瑞呢 它是采用了这种机械式的挡板 而这款是采用了旋钮式挡板造型 在这里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呢整个车内大量的采用了几皮的材质 所以在整体质感上也能进一步的提升 包括我们乘坐起来它的一个柔软度舒适度来说 都是非常符合人体的曲线 在驾控性能方面呢 蓝图追光它是全系标备了前后双泳池同步电击 而且呢在我们实际行驶过程中 它能给你带来如履平地般的驾控体验 蓝图追光呢它是采用了天地观光的设计理念 这种定位为中式豪华电动轿跑 那么可以看到它的整体外观设计 是比较符合当代审美的 无论是在颜值动力续航 还是在内饰表现方面 都能给我们带来新一步的体验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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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